我們是最主要在副都心區 那我們就是在中興國小學員對面而已 那是屬於比較新興的一個都市重劃區 整個街道環境還不錯 那我們社區也是一個大概四年的社區 那整體性的規劃都還不錯 我們是把社區的各個節日 我們會比如說兒童節 聖誕節 萬聖節 那我們會去聚集一些社區的小朋友 然後一起來做一些小活動 那或者是說我們像我本身 大概六七成的住戶我都認識 那我們幾乎就是 因為我大概每天都會在社區巡視 或者是跟住戶這邊了解他們生活上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說我們在委員會這邊有什麼 做得比較需要加強的 那我們就是多一點關懷 那了解社區的居民這邊需要做什麼 有什麼需求這樣 那我們就是先把居家生活 衛生環境做好這樣 因為我們有成立一個社群 那住戶就會說 大家共同爭取社區的榮譽 然後請沒有達到要求的人 自己把它要求做起來這樣 那就會有一個自律的效果這樣 對 那就達到一個 政府常常在宣導 就是小型社區的自律 集團 集團 一集團